Hello 我是Shanan 今天带大家看伯克利山上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在伯克利的山上 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地方的山上 然后有一条private的小路一直走上来 直接到这个房子 它的privacy非常好 它其实下面那里就是大路 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它刚好是在一个这种 叫做flag型的这样的地块 所以说它刚好在里面 就隐私就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安静 我这组客户呢 是孩子在伯克利上学 然后是要找一个房子给他住 另外呢最后如果有多的房间的话 租给同学呀或者什么的 这样子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现金流 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房子 它record上面是四个卧室 但是我在这里实际看到的卧室有五个 然后车库那里还有一间unpermitted的就是 如果要搞的话 一共可以搞出六间卧室来啊 所以说它其实非常适合来租给在伯克利上学的学生 那这个房子我的客户看了以后说 这个真的是理想中的这种居住环境啊 因为你看到它的这个周围都是植物掩盖 然后呢其实你的旁边就是邻居 但是有这个植物的掩盖就会让你的隐私被保护的非常的好 然后鸟语画像非常的安静 这个前屋主如果我推断没有错的话 它这个房子应该就是出租给伯克利的学生的啊 它搞出来的这些房间看起来都是很适合单间来做出租的 那另外这样的房子除了单独卧室出租以外呢 还要做一些common area 就是给大家来share社交的这样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厨房餐厅客厅其实都有remodel过啊 那这个非常充裕的操作台面啊 多个火眼的炉灶大型车油烟机都可以满足多人在这里烹饪跟用餐的这个需求 看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的好 每一个窗户望出去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咱们看一下卧室 然后这个地板你也看得到它全部都把它铺了一木地板啊 这个作为rental property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因为它更加的方便清洁 那相对于地毯的地面来说呢 木地板的这个破坏和损耗也会比较有限啊 不会那么的大 我说一下这个房子的数据啊 它是一个四卧室三卫生间的独立屋 面积是2100多尺 地是6500多尺 然后它的报价是165万美金 那它这每一个卧室呢都看得出很方正 而且采光也很好 放床加上这个写字桌 是非常适合做一个rental property的 那这一间房是带一个in suit的卫生间啊 这样的房子你在出租的时候能够住到更高的价 比起这种啊需要share卫生间的 那我刚才也提到这个房子事实上我看到的是有五个卧室啊 它楼下这边改建出了一个套间 那如果你作为出租物业的话也可以考虑是单独把它出租 另外它的车库那边convert成了一个套间 但是还没有申请permit 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恢复成车库 或者是把这个套间的这个permit去把它申请了 好这里就是一层 然后呢 这个原主人是把它做成了一个family room 相当于那这边进来是一个套间 这个小套间带一个书房吧 算是 然后带一个卧室带卫生间和浴室 那这个套间来单独出租的话 租金也会高于单独的房间 那像这一边的这样的投资物业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来做单间的出租啊 因为在这边的话很多的租客是学生 并没有那么高的预算去租一整栋房 或者说你也可以chain一个contract给一个人 然后他再去分租都ok 好那这个在berkley的房子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这一类的投资物业感兴趣的话 都欢迎直接联系我 我是Shanan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